今天是2022年1月9日,快必被還押的第488日 今天是快必的家人探訪,10點半到了登記,碰巧這段時間通常都是清潔的 探訪的程序會慢些,所以等了20多分鐘才可以進去探訪等候室 11點左右開始叫了一連串號碼,很有效率地安排探訪 終於到了11點45分,就聽到快必的號碼了,今天他就在1號探訪 快必今天照完鏡,就站定定在門口,等家人走進來了 職員很快地開掣,電話駁通,馬上倒數15分鐘,虧了3秒 快必一路跟家人聊天,一路摸著自己的頭髮,家人說他的頭髮好像長了很多 他又撥著撥著,是嗎是嗎?因為這幾個月是休庭期,不用上庭嘛 長一點也不要緊,這樣看起來頭髮超濃密 快必都很關心紀念的情況,他做完大手術,不要說是狗狗,人都元氣大傷 不過幸好家人悉心照料,又看中醫又針灸,現在忌廉的狀況都算不錯 快必說政治返船員中有些人的老貓、老狗或家人都鮮勢 所以他自己早就有心理準備 之前《明報》有報導張敬軒那隻哥基妹妹 醫生凌晨3點多打給他,說已經走了 落到樓下,醫生又打給他說有心跳呼吸 快必說一路看一路待入他的心情 妹妹和忌廉都很聰明的 快必說自己在船上除了是傳導人之外,也做了感情顧問 因為有囚有素苦,說女朋友承受不住未知的前景,提出分手 這些故事快必說不止一個,所以他也很感謝老婆快太太這麼體諒他 給了這麼多支持他,令他的心很安定 快必說很多東西在船上自己都控制不到 能夠控制到的就只是運動、飲食、閱讀和寫作 其餘外控制不到的,就要像莊子那樣說 定乎內、外之分 即是說要明白什麼是我們可以控制到 和什麼是不可以,才能釋懷 快必說開解那些脫脫的囚友 女友要分,你也無符 總之出到去如果更喜歡的,就再追過 即使對方已經結了分,如果緣份在的,再追回 歌仔也有得唱啦,一追再追 快必和脫脫的囚友說 如果出到去,見到對方結了分很幸福 自己也不忍心破壞,到時就會釋懷的了 他說其中有個囚友,守執一本《神雕俠女》 然後說,小說都騙人的,哪有人會等另一個人十六年呢? 快必就說,你看清楚,沒有說誰等誰十六年的 根本整件事是姑姑一心想跳崖死的 他作個司拉出來,再作個故事,激勵個傻仔過兒 讓他有活下去的意志,這才是故事的真剔啊 家人就問快必,那位囚友有沒有被你點醒了? 真是不知道,不過囚友聽完之後若有所思 也不知道是點化了他,還是老點了他 總之快必希望自己在船上有些作為 能夠開解船員心中的鬱結 聊完別人傷心的情歌 又到他們輕輕鬆鬆玩簡譜古歌仔 唱嵐歌遊戲啦 沉默你,對天對地 沉默你,總是孤單不放棄 那管事好壞天氣 誰是你,滿天遍地 誰是你,總不相識到最後 醉生夢死為等你 非常之甘,非常之sweet 願所有在冤獄中的人,在外面等著的人 期待著彼此重逢的一日 暴徵不能讓大家永遠分離 沒堂食,又沒得開生日party 大家是不是多了時間呢? 那不如拿起紙和筆,寫封信給快必和他聊天吧 提醒一下農曆年如果想寄賀卡 又或者生日卡給快必的話 是啊,他是今年年初二世曆生日的 記得就不要買有貼紙啦,閃粉啦,立體那些 即是3D突出來那種是不可以的 來信請你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書60141號 寫信給師叔,都可以寄去這個地址 最後繼續宣傳一下快必的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點點滴滴的支持 應付漫長的訴訟 還有,你們訂閱了快必的youtube channel 沒有?記得cls啊 即是comment留言,like,點讚 和分享share,謝謝 不要忘記還有在赤柱的傑斯Joseph 他的patreon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謝謝